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就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叫做全世界机器人大会 在这个大会当中里面既然呢有厂商用真人来假扮机器人 这件事情呢其实和过去在中国的动物园里面用真人来假扮老虎啊 或者是熊猫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都是如出一策 用真人来假扮动物啊或者是用真人来假扮自己的机器人等等 一般来说啊我们只有听说过这个叫做以假乱真 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叫做以真乱假这种事情 那么这种现象就显示出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啊真的可以当做假 而假的也可以当做真啊换句话说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分不清楚 虚拟还是真实的界限啊所产生的一种叫做混沌的社会 也就是真假莫变的社会啊这个以真人来假扮机器人啊在展示台的时候呢 那么众人基于好奇呢就对其上下其手啊来摸弄这个啊真人假扮的这个机器人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有许多的人已经看得出来明明是个真人啊 可是呢他还是故意假装他是一个机器人啊 所以就继续了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上啊来什么样呢 来摸呀捏呀拧呀或者掐呀等等的 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对一个真人来进行性骚扰呢 还是对一个机器人进行随意的碰触呢 呃明眼人都知道了 这样一种行为啊明明知道他是真人 依然对他的身体进行上下其手的这样的一种猥亵的行为呢 其实就是中国人本身的一种道德的自我的欺骗啊 呃有些人呢甚至明知道 就是说他是由真人来扮演 可能还暗自窃喜啊趁机吃豆腐啊 呃也就是说看破而不说破啊 这就是所谓中国人本身的一种道德的衰败啊 我认为啊这个摩特尔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啊 为什么啊仅仅是为了为了这个区区这个微博的这个演出的工资呢 呃宁可呢以无真人来假扮一个机器人 然后那样让众人啊对他来进行一种啊 嘲讽式的或者是一种蓄意的一种骚扰啊 呃为了也呃 他被问到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呢 赵鼎的回答是说啊 我是个美国人啊 但是中国是我的出生地 可是呢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国家啊 呃所以这一个遍地谎言的国度呢 正好可以来形容这一次用真人来假扮机器人这件骇人听闻 同时也是笑掉天下大牙的一件事情啊 呃另外一个第二个大笑话呢就是呃 呃关于高志凯啊 这个人他到底是在说好中国的故事呢 还是在说中国的笑话呃 呃第二个笑话呢就是曾经担任邓小平的私人翻译啊 呃同时也是北京所谓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啊 呃名叫做高志凯这个人呃 呃我不了解他到底是呃要说好中国的故事呢 还是要说好中国的笑话啊 呃那么这位人兄呢 他日前在接受半导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呃由于主持人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也非常的敏感 甚至一针见血的询问了很多的问题 呃可是高志凯基于所谓的言论的禁区啊 不敢说真话 那么以至于在整个访问当中里面呈现一种招架无力 或者是支支吾吾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这样的情况呢被视之为一种 呃全世界看成是一个笑话 呃连中国的网民本身都不买账啊 认为啊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几乎是丢进了中国人的脸啊 呃那么最近呢他发文啊来澄清啊这件事情 呃他表明说啊这件事情呢 他宁愿呢自己受到了非议啊 呃也要怎么样去主流媒体 讲好所谓的中国的故事等等的 他甚至这个高调的宣称啊 啊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比我高志凯还行啊 啊那么那么就由你来上啊 啊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我行 那么就应该支持我高志凯上上什么东西呢 就是上所谓的世界级的主流媒体去说好中国的好故事啊 呃高志凯他呃在他的声明当中里面说啊啊他非常洋洋得意的说他认为这件事情呢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可是在外人啊特别在我看来呢应该叫做一蠢激起天下效啊为什么呢比如说他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他甚至讲说台湾的人口有百分之十以上是日本人的后裔啊等等 像这样的一种叫做无知啊变好笑了啊 不惜名誉扫地啊啊讲起来可以说是精神可佳啦啊但是问题是中国到底有些什么好故事可以讲呢啊是习近平的中国梦吗 还是习近平自以为是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还是说啊这个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啊呃中国老是讲他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大啊从来都不提所谓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啊所以还是说呃所谓的好故事就是我前面所讲的用真人来假扮机器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啊哎呀所以实际上啊这个高志凯所说的这个中国的故事啊 无非都是什么假故事啦啊都是中国人一种自我感受良好之下所编造出来的一些啊故事啊呃讲的更露骨一点应该就是中国人自己本身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的故事或者是说根本就是中国人本身从头到尾的违行之论啊所以以上我提到了就是用真人来假扮机器人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华天下的打击啊你既然做不了做出 啊做不了这个真的机器人啊那你就承认可是他偏偏不愿承认做不出真正的机器人就要用真人去模仿啊真的是难以思啊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至于高志凯本身的这种行为本身啊虽然表面上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反而怎么样把中国的故事讲得越讲越糟糕啊呃同时他还要加以声明说他不惜啊本身碎骨啊也要来争取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等等的 实际上他讲的故事本身都是中国啊社会本身一种欺骗的故事乃至于是自我麻醉的一个编造的故事啊所以以上两件事情是我认为是21世纪发生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啊笑话而且是完全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场景也不符合逻辑的两个大笑话啊那么以上就是我所谈到这样的话题啊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喜欢啊呃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